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走进了泰国 和泰国选手进行了交流 现在呢 泰国选手又重新来到我们的 主场 再次进行今天晚上的系列的对抗 是的 首先这场比赛是一场六十公斤级的比赛 来自于郑州顺远的 陈文德 对阵来自泰国的爱邦赛 好 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 好 爱邦赛上来之后呢 就是架势的摆得非常凶狠啊 年龄非常小 爱邦赛呢刚刚是99年的选手啊 嗯 陈文德是95年 95年的选手就应该很年轻了 是 那么还比95年的选手 还要年轻的四岁 嗯 虽然 虽然很年轻 但是刚才那个扫腿啊也是 很具杀伤力 对 亮出他的实力 是 其实我们看安波赛脸上呢 还确实是有着一股这个 好像类似于学生的志气 但是呢 如果说各位看他的这个肌肉解析度的话 你看就非常的结实啊 解析度非常好 尤其是他这个腿部肌肉的线条 特别发达 对 特别的发达 那么腿法的速度啊 以及力量啊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作为 呃 泰拳选手来说呢 他的腿吸 这种进攻 是他主要的进攻武器 呃 刚才陈文德连续的打斧 这个 这个 打到了这个 绳边的位置 是 那么大家知道啊 这个刚才王老师也讲了 他们的主要的杀伤力 是来自吸法 和腿法 那么头 对于头部的防守 还有拳法上 那相对来讲 可能 针对我们 中方选手啊 可能 稍稍弱一些啊 对 会稍稍放松 放松一些 包括现在我们看 其实看安波赛脸呢 他的这个防守报价相对都偏低 是 像说嘛 还是在试探跳脸 对于西法来说 这个 泰国的选手安邦赛可能掌握得更好一些啊 那陈文德刚才一个西法也没有奏效 那个边腿 陈文德呢 这个在我们那台上呢 也是有着很多的精彩的这个战斗 给很多观众留下的印象 曾经呢 这个和这个日本的主名选手大雅 这个打的是这个难分难解 曾经这个配偶过要为猜 他的打法也是非常漂亮的 很多观众也非常喜欢 非常干净利索啊 是 你自行火炮啊 打的进攻的这个压迫性强 速度也快 跳些 连续的攻击 陈文德从表情上看还是 比较这个自如的 比较松弛 是 嗯 安芳赛这会儿打的还是 没有完全放开 稍微紧的一些啊 从这个身体的这种全面来看 啊 陈文德更有这个优势啊 嗯 好像要大了一圈啊 对 身高上是要高一些 是 陈文德是1米73的身高 臂展达到了1米75 而安芳赛呢只有1米65 所以说这个 在距离的控制上呢 陈文德肯定是占优势的 是 在力量上啊 在这种启动的爆发力上 好 刚才一个扫腿 扫到头部啊 但是 这个力量不太大 哦 这一下 是 这一下陈文德在这个跳起的时候 落地的这个瞬间 哎呦 这个我们说安芳赛 虽然看来是很年轻啊 但是 机会把握还是很好 非常非常的准确啊 是 而且很打完那个 后手的重击 这种非常的自信 对 这种表情呢 非常的努力 虽然年龄很小 但是又经验了 经验了 很功夫了 对 陈文德这一下好像还是有点意外啊 有点意外 有点意外 可能是太大意了 是 再来看 这是扫腿 这还是在试探 双方在试探 这是一个高层 这个到 OK 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 刚才在第一回合结束的时候 爱旺赛给了陈文德一个意外的这样一个重击 是一个压哨啊 刚好跟这个陈文德有这个中间休息的这个时间 对 缓冲的时间 其实刚才的洪洋老师也说 虽然看这个爱旺赛比较年轻 但是的经验确实还是蛮丰富的 他目前的战绩52胜18负 陈文德刚才也是一连串的这种拳法的重击啊 是 安邦赛的防守还是相对比较严密的 对 在整个输出上这个还是陈文德这个比较主动 更加积极一些 更主动动作更多一些 更多的是在防守找反击的机会 找反击的机会 动作不多但每一下是一下 是 上面做屏高下下面的低扫 陈文德这个 刚才的角度还是比较多的 加油加油加油 就是激活松 好快来 激活激活 激活 低扫 两面坏 激活 启动很快啊 是 这下第一局王老师所讲的这个 安邦赛的这个肌肉啊 对 这个尤其是这个小腿这个一块可以看到 你看肌肉这个节路非常高 这个应该是爆发力强的一个选手 啊 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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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 啊 这一下塞到跳西 哦 这个 这个全腿的交换 哎 这个连续的这个组合进攻还是很有效的 是啊 哎 妈妈呢在瞄在瞄这个 发掃抱头啊 对 这个应该很明显 看着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进攻武器是在投来的棋 是啊 手手一定要拿起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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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呢 是 这是陈文德对这阿曼赛的一场中泰对唱 而在今天晚上各位可以期待到的是鱼龙王者挑战赛的半决赛 阿拉索夫对打枕巴这场比赛 这也是很多的观众朋友和网友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 是啊 我也特别期待这场比赛 是啊 这场比赛确实是这个这个 这个 胜负关 悬念特别大的这样一场比赛 是 两位选手都是 攻击力非常强的选手 非常具有实力的 是 是 这一回合两个人打得比较焦灼了就 呃 陈文德 从上一回合开始的时候呢 呃 这一回合看冷静了很多 是 呃 这一回合 王老师您有什么观点 对 因为第一局这个 后半局压绍林医接触的时候 陈文德吃了一个重击 所以说在防守上 在控制距离上 节奏上 他就适当的调整了一下 是 那么在阻挡这个 呃 安邦德的进攻上 所以说在第二局当中 这个安邦德的进攻就没那么顺畅了 对 被这个 呃 对 对 对 好 这回合上来只有阿曼赛的这个金光套路变了 从第二回来开始我们看这边打得紧缺了很多 是因为前面呢虽然说这个安邦赛年龄不大 但是还是挺硬朗的 那么每一招都很狠 然后杀伤力很大 所以说他整个的防守和进攻上 不断地在做调整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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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然后冠权两个人一打前百不打 漂亮 阿曼赫勇 好嘞 好嘞 进局之后 找机会和对手拼拳 这个是那个 小西 然后阿曼赛挤到了前边 阿曼赛要企图要出来 这会连续的进攻让阿曼赛有点乱了 节奏打乱了 因为阿曼赛是喜欢一拳一腿 对 他的这个固定节奏和打起来打舒服之后 这个他会很适应 现在这个陈文哲的这个连续的进攻 让他有点这个摸不住头绪了 对有点节奏有点乱 好 起刀 中间 好 这是两到三拳的这种进攻啊 对于陈文哲来讲还是正确的 是 那么对于这个阿曼赛代表不适应这个节奏了 不适应这个节奏了 不适应这个节奏了 这会是想反击但是找不着这机会了 一扫 中段 高扫 两人换腿 这会儿两个人的体能消耗到非常大 是 那么一打这个中远距离为主了 这个时候这个陈文哲这个身高必长那个优势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嗯 两个人的这种换拳换拳拳兵啊 都打空了 是 阿虎 挤到绳边 绳脚的位置 好 好 这个 丁熙和后的拳 啊 连拳的非常好 对 这个很流畅 全系的塞到 最后的十秒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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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两个人 陈文哲完全 哦 刚要想陈文哲完全要释放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时候 然后再连续两次踢到了这个陈文哲的护具 这个 对 嗯 那这一回合 我觉得陈文哲在后 在这个第三回合后半段的时候 打这个控制还是非常好 打的节奏非常好 是 那么在整个的 呃 全腿的组合上 啊 节奏上 况且在整个控制场合局面上 啊 因为他利用了自己的这种 呃 优势 啊 控制这个距离 况且这个 安邦赛 他的体能上 他体能上 况且他的这种 不适应上 这种节奏上 我觉得也给他多少带了一个困扰 对 我们也看看陈文哲 能不能够今天晚上为 中泰对抗赛的第一场比赛 呃 拍一个开门红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 方圣 有请 刘毅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优德控股集团董事长 刘刘栓先生 为获胜方颁奖 祝贺陈文哲 再一次祝贺 感谢颁奖嘉宾 二十九 西红祝贺陈文哲 一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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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等